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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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辭 願解如來真實意 好 請放掌 這個 學習天台中 我們現在是在講法華懸疑 那法華懸疑其實 究竟怎麼一回事 上次我們已經跟大家講過 但他畢竟是 不是你剛開始就先學法華懸疑 那他 該用什麼樣的進程 程序然後來學 我跟大家講 請看 這個 我用藍筆寫齁 因為黑筆很難查 你要學習法華懸疑之前 大概你要先有這些預備知識 第一個 經論的預備知識 哪些經論呢 我們先講經好了 第一個當然是法華經 因為天台中很多的 基本 思想 意理 都出自於法華經 第二個 還有什麼呢 波若經 波若經 波若經這裡呢 最主要是要以 鳩摩羅斯大師翻譯的大品波若 還有第三個 第三個經典 是什麼呢 唯摩絕經 第四 金光明經 第五 大涅槃經 第六 第六 華顏經 大致上 天台中的組成 經論 他是以 這些經為主 那麽論點是哪些呢 論就是這個 像是中論 第二 大制度論 或者是對於 像是 波若經 涅槃經 這些的註解 不是實地經論喔 不是 差不多這兩部論是最重要的 差不多這兩部論是最重要的 好 這些你有基礎了 那有 兩本書 一定要學習的就是 天台四教儀 天台四教儀在學習的時候 必須配合著什麼 小子官一起學 就是休息子官做禪法藥 然後這兩個 學完了 你就可以學教灌綱中 偶藝大師的教灌綱中 好 第三 這樣子 才 進入到 學習法華學藝 他的進程是這樣 如果說你一剛開始就學法華學藝 當然就會很吃力 很多的名相 思想 名詞 都不了解 小子官這裡就是 我們稱之為同盟子官 就是學習子官法門的出擊入門 天台有 天台中有四部子官 同盟子官 休息子官 做禪法藥 大致上來說 中國佛教的所有宗派在學習靜坐和子官 的出擊入門 都是用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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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台中的四部子官 這個是同盟子官 還有呢 我從這邊拉過來 刺帝子官 刺帝子官 是哪一部書呢 刺禪波羅蜜刺帝法門 解釋禪波羅蜜 解釋禪波羅蜜 這是他解釋大制度論裡面講到禪波羅蜜的地方 然後智者大師特別 拿出來講 所以你大制度論要學 那他在哪裡講的呢 在當時的精靈 精靈就是現在的南京 瓦關寺 講的次第子官 另外呢還有所謂的不定子官 不定子官 不定子官 就是六廟門 但是這裡的六廟門 他把它分成十種 從 十種六廟門 從凡夫 到菩薩 啊 的這種 關於屬水子官環境的 六種呼吸禪的使用方法 所以剛剛學子官法門的時候 不要學 不要先學六廟門 好的六廟門就是所謂的 數 數 數席 水席 再來 進入止 再來 關門 再來 還 進 數水子官環境 六種 關於呼吸禪的 這個 對於你練習呼吸的進出啊 或是 觀察 修行這個 屬席官 從凡夫到菩薩都有 那最後 圓頓子官啊 圓頓子官啊 就是什麼 摩河子官 那摩河子官跟法華懸疑呢 是智者大師在結下安居的時候 講的 他難在哪裡 他都是講智者大師自己 內心所證得的境界 修行的心得心要 法華懸疑是在 荊州 湖北的荊州玉泉寺 就是 摩河子官 是在浙江 台州的 什麼 國清蔣寺 當時還沒建成 結果摩河子官講到 鄭國這個地方 智者大師就不說了 然後智者大師就 原集了 所以在天台裡面 在我們天台中 法華懸疑 摩河子官 是智者大師將 張安冠頂大師的筆錄稿 這是他寄下來的稿子 有審定修改過 是天台三大部的其中兩個 另外呢 法華文具 是智者大師講法華經 的筆錄稿 由張安冠頂大師筆錄 但是 當時他 紀錄下來 還沒來 還沒來得及拿給智者大師 刪定修改 智者大師已經原集了 所以說 那時候我跟 慧樂長老學天台三大部 他就說 天台三大部最重要的就是 學有智者大師三 三定修改 過的就是法華懸疑跟摩河子官 那法華文具 就是解釋法華經的 但是沒有經過智者大師三定修改 換句話說 是不是裡面有很多 張安冠頂大師的意見 那未可知 那如果要學天台教義 教理 裡面最難的就是法華懸疑 那你要學習摩河子官 就是要從 小子官 四禪波羅蜜 然後 再學摩河子官 那你要有很多的基礎 好 講到這有沒有問題 那麼 在我的認為 天台四教義是基礎中的基礎 他是基礎 但是 很多人都 非常畏懼學天台四教 因為他 專有名詞多 裡面還有豐富的叛教思想 還有呢 這個 五十八教 然後呢 整個組織起來 還有判別 修行的 方法的這個什麼 深淺 都在 四教義裡面講 雖然 雖然如此 但是 真的 十座法門 就是在小子官裡面 所以 四教義講的是 宗旨 綱要 十座法門從小子官開始 那麼小子官的 這個 出書年代 應該是很後面 他是很後面 出書年代最早的是 四禪婆羅蜜 這時候是智者大師 他正得法華三昧前方便 玄陀羅尼 他能夠一辭不忘 總辭一切法門 這個只是法華三昧前方便 他就講 四禪婆羅蜜 之後 越來越多人來聽 但是 越來越少人願意修行實修 那修行是很苦的 而我們住在寺院裡面 現在是大概什麼都很方便了 那以前在民國八十年七十九年 八十一年那時候 我們沒有網路 寺院沒有網路 沒有電視 通通都沒有 沒有手機 連智慧型手機都沒出現 都沒有 一到晚上十點 寺院全部熄燈 跟當兵一樣 部隊晚安 然後連上長官晚安 然後連上同學晚安 大家晚安 全部熄燈 然後大家都要趴在床上 然後 班長輔導長來掛完一圈 他們就 回房間 然後我們 就開始 胡作非為 那個這個 上成功領的時候 那寺院那時候也是這樣 所以我們能夠讀書的時候都是白天 你要學習的這個 過程是這樣 好 講到這 有沒有問題 魔盒子官我有講過 剛開始十五個人 最後剩下幾個人 大家猜 剩下兩個 講到我自己都 信心崩潰 就說好了 好了 你回去吧 為什麼呢 因為他太難了 啊怎麼了 不 有實修 但是大家都不想實修 實修很苦 是 實修更重要 但是 一支箱就是兩小時 然後還要內心要運作 那你又要學 理論 又要實修 又要配合在一起 教慣病重 很多人 怕難 不想學了 老師你那個指官是 我們講的 任何他跟 黑果真 一起 指官雙眼嗎 還是分開 這裡講的指官法門是 天台中的指官 他是以觀境 觀察的境界 為所遠近 然後你的心 專注在裡面 他有指官雙眼的意味 但是我們平常講的 射魔他必佛捨那 是印度的指官法門 他指官呢 一個就是定 就是指 然後在這個定的基礎上 指的基礎上修官 甚至呢 甚至呢在南傳佛教認為 你要 出定了之後 用定的餘力 來做官 這個 越講越難 這個 印度佛教的指官法門 和中國佛教指官法門 不一樣喔 跟南傳佛教又更不一樣 中國佛教的指官法門 尤其以天台中來說 真的就是 有指官雙運的意味 像體增值 我有沒有跟主委講過 怎麼修體增值 體增值就是 好我 最後講 講最後的結論 就是 你的注意力 專注 在這個什麼 遼闊無盡的 萬里晴空 然後你的心 專注在這上面 不起任何妄想雜念 在這種情況下 這個 萬里無雲 無際的這個 晴空萬里 你要 心專注在這 還要依此而 思為 一切法空無自信的道理 然後心專注在這上面 這個叫體增值 怎麼了 這是苗盡長老親口教我的 我 老師為什麼說 用可一個左眼鏡 是 我的左眼鏡 比如說我的左眼鏡是 他很過火 可以 我左眼鏡放在我的心裡面 我就不在心裡想其他的 這個道理跟觀想西方 怎麼會一樣嗎 這個道理 是你為了要往生西方 所以你觀想佛號 六字佛號 或是佛像在心中 但是這個的宗旨是 你要去西方極樂世界 但是體增值 是為了什麼 對 現世 我就 立刻證果 諸法十項 這個不一樣喔 那你現世要證 那就困難多 但是你說你要去阿彌陀佛那裡去 也不是說多簡單 但是比較起來 但是天台中講的 念佛 又跟淨土中的念佛 不一樣 天台中講的念佛叫約心觀佛 注意喔 講重點喔 下一節課 我們就來講法華玄意的文 這個 約心觀佛 什麼是約心觀佛 好現在我跟諸位說 來請聽我這裡講哈 你的心 有佛 佛就是淨土 所以淨土不必外求 西方十萬億國土 是在你的內心心清淨 則國土就現前 所以你的心中就有淨土 這個對不對 對不對 支禮大師批評 說這不符合天台教義 他說你這個是進於禪中 或華顏中的思想 另外一個就跟 支禮大師 支禮大師是宋代人 他是宋仁宗時代過世的 宋太宗時代出生的 另外一個支禮大師的土地就說 那師父 那天台中的念佛 是不是我的心去向十萬億國土之外 那個淨土 指方立相 支禮大師說不對 這也不符合天台中教義 好那天台中的教義是什麼 約心觀佛 心中的淨土 和阿彌陀佛 和阿彌陀佛 和十萬億國土之外的淨土 阿彌陀佛 無差別 適心適心適佛 適心適佛 適心做佛 適心佛不適 適心佛众生適三無差別 適心佛众生適三無差別 適心佛 適心佛 這個就更難了 支禮大師說 我念這一句佛號的時候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我心裡面出現 阿彌陀佛或六字佛號 那我心裡面這樣念佛 跟西方十萬 過十萬億國土的西方極樂世界 的佛 能不能相應 以天台中華說 當然可以 念念相應 念念佛 心佛不適 無差別 然後這些都是什麼 都是沒有自己提醒 心佛眾生和空性無差別 這是約心觀佛 好難 那你說心即是佛 就是我心裡面觀想我 阿彌陀佛或六字佛號 所以淨土不避遠球 就在自己心中 這是禪宗的思想 華言宗是這樣 那麼呢 我的心 投射到十萬億國土之外的那個 西方極樂世界 我要去那裡 這是淨土宗思想 因為我要往生去那裡 所以這個裡面要學天台教育 知理大師說的 約心觀佛是這樣 好 如共如親啊 知理大師的約心觀佛 出自觀無量授佛經 書廟宗超 廟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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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樣聽得懂啊 會不會困難 不會啊 很多人都說聽不懂 要錯到這樣啊 蛤 對 對 比較容易 做到這樣 要修 那怎麼修 就是真的實地在那裡做 做的時候你的做不住 心呢 心呢 猶如什麼 空花亂起亂滅 又如這個 猴子啊 無一刻 沒有一刻 都在奔跑 好 只吸不下來 這時候就是要 用學習到的 方法來調心 難就是難在這 那有的人忍耐力特別強 我就可以一直做一直做 我心裡面胡思亂想 但是我跟你說 你是撐不撐不久 因為你沒有方法 好我就先說到這 有有有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 第一節課先到這 這個法華經啊 他也有咒語 他就守護啊 讀誦授詞法華經的修行人 但是 很多人都只是重視 法華經的思想藝禮 而沒有重視 法華經的 咒語 那法華經的咒語 是在 第 27品 陀羅尼品 好我先把它打開 哦 這個大光明咒 非常的有用 有效 所以以後呢 少管閒事 菩薩發菩提心救度眾生 但是 他是 他是 菩薩成就人力 神通道立 俱全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 我們是什麼 出發心菩薩 我們不是真的菩薩 我們不是真的菩薩 你繼續管 他到眾生 就會來找你 這種是不生美局 不管 我們那個 基金會的本質是到第幾頁 670 670是吧 好 那個 李治夫老師是幾頁 640 640幾 640 640 對 OK OK 好 蘇菊是蘇隆坤是幾頁 69 OK 813 813 這個 我再多講 一下 我們平常放萌3 或者是說 有的 修秘中的人 他做燕貢 最後 一定要 念金剛 解脫真言 解手印 不管你有得度 沒得度好 我這一期的法會佛式結束了 你不要再留在這 不要再來騷擾 活著的人 然後就把他 送走 遠遠的 在密 在密法裡面 如果 請佛菩薩各歸本位 他用的手印和咒語 使用別種 但是 另外這在他到眾生的奉送方式 那我可以教大家 是 兩手結金剛拳 十指伸出來 互相勾 然後念 金剛卸脫真言 然後呢 唸 最好唸越多 變越好 唸到 具為 用力的 出去 把他送走 不要再回來 金剛解脫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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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上一早就有 他怎麼唸呢 就是圓滿奉送真言 恩 恩 我知了 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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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我知了 母 母 好 唉 個人 愛 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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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這個 金剛解脫奏 解手印 那些冤鬼邪靈就會落荒而逃 你那個什麼放大蒙山啊 放那個什麼 做燕貢啊 燕口啊 都要用這個 好 了解沒有 好 可以了齁 我們來 回到我們還是來學習佛法 這個很多法師說 拿人錢財與人消災 這觀念其實有問題 因為你拿人錢財 你是不是有能力幫人消災啊 那你消不了災 就是用自己的生命來換 所以很多做佛式的法師都活不到60歲 了解了齁 OK好 好 我們繼續 我們這個 明慰費快要講完了齁 請看 670項 670項 我們是第幾行 道日 西四國 西四國隔別 為羅漢辟之佛 菩薩 西國方便佛國 又四佛為四國 欲和此國 處處虛費 今草安已破 化成又滅 同志保守 事故一國不費 好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 我看一下這個在哪裡啊 西北塔在哪裡 一國不費 一國不費 明慰費 喔 在這裡齁 習四國隔別 好 這是什麼意思 請看 這四國啊 要廢除 这个废除指的是 你不要只停留在你原本修正的境界 不往前进 那这四国呢分为 像三藏教的最高国位 阿罗汉国 乃至还有菩萨地佛地 在通教呢 还有辟知佛 还有菩萨习果 是指什么 二圣汉方便教菩萨 还有方便的佛果 这些都是三藏教通教别教 中的这个他们果位啊 到达极致 在这个天台四教断正位赤比教表 他是在这 你看这三藏教的 我位 这 极就是到达顶点 旧极意思 这里是四国阿罗汉 还有呢 辟知佛位 但他们断烦恼就只有断见识祸 所以他们不是真正的菩萨 也不是真正的佛 但他们有菩萨和佛的善根根性 并没有断烦恼到那个程度 这个是三藏教 在通教 他是以呢 也是断见识恶祸和烦恼为主 只是比三藏教更多清损一点习气 所以你看通教这里与二圣同是什么 菩萨地也就是说他断的烦恼跟二圣一样 那你说那怎么是真的菩萨呢 他只是菩萨地 不是菩萨果 只是他的境界是比三藏教高就是了 再上去别教 那就不一样了 你看 以断烦恼而言在七柱位 他就什么断三界见识祸境 分段出分段生死 还可以往上 往上到什么 实行实回向 是什么 别教的实行实回向 然后他断食一品无名 到达别教的妙诀佛国 所以这里这个妙诀佛国 是不是真的佛 还不是 所以他这里所说是叫什么 方便佛国啊 可以不可以 那你如果修行 即便是你到别教的妙诀位 方便佛国 但还不是真的佛国 那这时候怎么办 你这时候就是要继续往前 所以他说三教教主所会的佛 原佛一国 义士 他说这个上面所说这个四种的果位 是 不会互相的 什么融通的 只有在原教才可以 融通 在原教的位置啊 出发心集成正觉 这是他是说前后可以融通外 但是在三藏教乃至别教 可不可以出发心集成正觉 不行 所以他说 事果不容 偏缘相隔 所以呢 和一圣果 这里的一圣指的是什么 法华经所讲的一佛圣 也就是说一切众生啊 都能成佛 都能成佛 但是有根性 的差别 所以有三草恶木的差别嘛 接受佛法的程度 能力 各不相同 但是到法华会上 大家都被受计做佛 谁最先被受计做佛呢 摄立福尊者 被受计做华光如来 对不对 再接下来呢 穆建联尊者 再来以大家摄尊者为主的 五百大阿罗汉 都被受计做佛 这才是真正原教的佛国 虽然他们被受计做佛 但是他们是不是佛 还不是哦 那是说未来 你可以成佛 那依照这样来说 我们众生 未来能不能成佛 可以 所以这里 他说所以说 是果非废不可 那如果呢 你不废止他 你就不能往前进 好 现在在这里 有几个典故 他说草安 草安是什么意思 草安已破化成又灭 这都有典故 什么是草安 我们找一找 这个每次一把他投影上去 这个夜数夜码都会跑掉 那那个大陆法车是到800多少夜啊 还记不记得 813 813 可以 那个太简略了 来草安 那你要看丁福宝 以草所造之安 指的是什么 没有 他他他 他背后有他的意义啊 由楚门外 指述草安 这个是法华经里面的话 那你要去看这个 这个 这个佛学词典这边就没有讲 那这时候你就必须找草安 草安意思 他说是什么意思呢 他这个有典故 他是用这个草房草社 然后说那个什么 就这个宋岐良城 他那个这个算是什么 魏晋南北草 这个草安被火烧了 被火烧了 那你就要赶快逃出来啊 你还会不会 住在草安里面 不会啊 那你当然要躲避这个火嘛 那你才要 然后这样子就不会被火烧到 这意味着什么 这不就是法华经的火宅玉吗 老爸看到几个小朋友 都还在房子里面 房子已经灰朽储了 还在里面玩什么 洋车路车牛车 结果现在老爸说 哎你们赶快出来 我这里有大白牛车 比你那个洋车路车更好玩了 洋车路车牛车比喻的是什么 三圣法嘛 那我现在这大白牛车是什么 一佛圣法嘛 就是去三圣 然后归以圣嘛 或是会三而归一嘛 废权而立实 开权而显实嘛 前面三圣法都是全巧方便 后面这大白牛车 一佛圣大法才是什么 真实之法要 是不是 所以你现在在草安里面 那灰朽储啊 那这轻轻来落跑出来 对吧 所以他说 所以这里讲啊 这草安 他就是用这个 宋书啊 陈庆之传说 哎呀 这个草安这个什么 烧掉了 烧掉了以后呢 那你要赶快出来啊 所以那这底下说的是什么 底下说的是什么 草安已破 化成又灭 化成是 这个就是法华经理 化成育品 对不对 化成批育什么 化成 这个你可以找啊 佛学是这样 化成 我出来的时候应该要贴膏药 现在整个肩膀这一块好酸的 好 化成的意思是什么 小圣之涅槃嘛 那小圣的涅槃是指什么 击灭了一切的见思烦恼 一切见思烦恼都断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好了 你现在好不容易 到达一个 佛呢 变化出来的 城市 那你现在暂时休息 那你已经出三界了 不再轮回 不再受生 但是这样就够了吗 那你还想不想白尺干头 更进一步呢 那你不能都一直在化成里面休息啊 所以在底下说化成怎么样 幼灭 同志保守 同志保守就是会三归一的意思 会三归一 会三圣归于圣 三圣指的是什么 生文元觉菩萨嘛 对不对 都录一佛圣 大家都能成佛 所以同志保守 他说接下来事故一果不废 什么是事故一果不废啊 一果不废是何意 一果不废的意思就是通通啊 你最后到原教的妙觉佛果位 这个前后融通就不用飞除了 前面的藏通别三教都是全巧方便的化成 现在进到原教 现在进到原教 所以这个不用废弃 为其如此啊 原教之佛才为你最终的归宿 不用废除 所以为什么要像这样说前面要废啊 后面这个不废呢 也就是说 导引你的全巧方便的三圣 进到一佛圣的十项之法 所以一圣不废是这样 这一对照他这个文字啊 就是在这里啊 金草安已破化成又灭 同志保守事故一果不废 一果就是原教的什么 妙觉佛果位 不需要废除 因为慧三圣归着 根据这个意思 三废一不废 三废指的是什么 身闻原觉菩萨 都可以废弃 然后归于一佛圣 这个不用废弃 它叫三废一不废 如果说你是不懂天台的什么 慧三规开权显示 或者是什么 这个 从这个权而入实 它只出 这个如果你不懂 你直接看三废一不废 看不懂它在干嘛 这就是法华悬疑 它难的地方 像这个草安 它就是用典故啊 它就是用典故 化成用的典故是什么 法华金化成日品 好OK 那我们继续往下讲 好行不行 OK 大家可以吗 好 再来 三废一不废 然 三教有废有不废 为什么呢 从得道业 至尼还业 所说四阿含经 结为深文章 出教和成废 成前人之事善 斗后人之事善 故有废有不废 通教成前斗后一如是 别教成前斗后一如是 好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你前面这半段文 懂了的话到三废一不废 后面你大概模模糊糊啊 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三教有废有不废 是什么意思呢 在藏通别源 这四教 画法四教当中 藏通别前面三教 有要废除你现在的阶位 往前进 也有不用废除的两种 要废除和不用废除的 这两种差别 什么是废除 废除就是 一直往前走 往前进 直到成佛 那不废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佛当时为了这些 吴比丘讲的第十二因缘三转法轮 善巧的度化他们 使令他们能够到达 升文圣的最高果位 阿罗汉果 这种善巧 全巧之法 要不要废除 不要 不能废除 因为它是两种不同的含义 为什么要你废除 再讲一遍啊 要你废除是要你 往前进 而不要呢 只是停留在此 修行就是不进 则退 你如果出家了 去年的道业和道新 跟今年的道业道新相比较 你如果没有 你如果没有更进一步的思想 或是知道调伏烦恼 看到烦恼 发现到烦恼 你如果没有 比去年更进一步 那你就是在退步 就停滞不前 所以这里的废啊 就是 要你不断的向前进 这就是 天行见君子 以至强不息的意思 我们常常说 讲到这个废 我们就是骂人 那个废财 宅在家里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每天蹲在家 打电动 然后呢 吃泡面 不出去找工作 然后呢 不什么 修身进取 就每天在那边 像一滩烂泥的 那货在哪 这样对吗 那我们出家 是要不断的往前进 不断的调伏烦恼 发现烦恼 然后剑刺断肢 才三四十岁 然后就开始养老 这样对不对 不对哦 那你所知道的 所学到的 所体会到的 所经验到的 所修行到的 要不要告诉大家 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那你都不告诉大家 这样就好了 众生难度啊 菩萨心难发 我自己这样 顾得好 自己就好了 这个无有是处 当然你度是度 跟你有缘的 跟你有缘的 你点几下 他如果 哎 有善根 一听到你 在点他 他心里会 会有感觉 他就继续来问你 你就继续点 他如果 你点他一下 他 没叹没当 那你就不要多管闲事啊 除非你是菩萨 你度化众生 非常的有善巧 甚至你有神通道理 那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你没有神通道理 多管闲事 自己倒霉啊 那我们说 哎 哎 居士供养你红包 然后你帮他念经 消灾啊 愿以此功德啊 帮你的什么 法俗眷属 冤亲债主回向 哎 犯可以大口吃 钱和话不能乱收 乱说 这都是有因果 你要去承担的 我讲一个例子 你知道为什么宴口的法会 外面 都要什么 普桌 一桌 两千 然后 什么面包啊 糖果啊 馒头啊 什么 还有什么 汽水啊 为什么 然后都 普桌普了 一百桌 两百桌 三百桌 为什么 你如果修行有成 观想力够 以前这是慧岳长老说 你头前就是 六碗饭菜 六碗饭菜 然后你观想力 很专心的这样想 把这些 这个种子字化成 光 光中出现 无量无边的善妙饮食 饮水 诶 那鬼就能够 因此而得到利益 那你没功力 只是这样念念咒 他就觉得 诶 你是勒 你在开空投支票啊 那这时候 为弥补不足 旁边都有捕捉 那鬼龟呢 过去这样一吸 那些食物通通就没气了 食物的气都没了 我讲一个故事 我以前放大蒙山 局势就问我要包捕捉 我说 Posame to 台语怎么讲 捕什么捉啊 他说那师傅那怎么办 这样就没有少的收入 我说我们靠的是观想力 持戒清净观想力 用力想 前面就六碗饭菜就得了 好我就 破地狱箴言 普早情箴言 一念 前面本来冒热气的六碗饭菜 一阵冷风吹过 刷一下 六碗饭菜都变凉 没味道 我就觉得 唉呦 就那一次大蒙山放完 我都不敢外出 我睡了两天 钱都不敢收 第二次 放踏蒙山 在念书文 哦 主修功德沙门 不是我如说 那就还好一点 知不知道这个差别 你知道吗 主修功德沙门 如果是写你的名字 你要是功德力不够 那我们也是尽力帮他做到好 但是如果有问题他是去找 授文上面的姓名的人 说你没给他吃饭 那我那个放大蒙山 哇 还准备很多的素食菜谱 那个辨识真言说 一边看那菜谱 一边念咒 一边这样 截手印 一边这样 种子字 然后看那个菜谱 脑筋一直转一直转 一直想一直想 都不敢打妄想 如果你有打妄想 就要立刻 心里面起念头说 诸位 众生 对不起对不起 我马上 前面的你们不要吃哈 不要碰 现在我重新观想 念那个辨识真言 那咒语念特别久 懂得没有 之后放完大蒙山 念完金刚煞朵白志明 就怎么样 我把他送走 不然他那边食髓之味 一直把你揉咖 你知道吗 那你没能力啊 就 不要多管闲事 好 话说回来 我们回到法华宣语 他这里讲 四教中的前三教 有废和不废两种差别 这个刚刚讲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呢 他说佛刚出成道 乃至他入涅槃 在这时期啊 佛所说的一切法 一切佛法 包含的是什么 陆院时 这是午时后 陆院时讲四阿寒经 再来方等时讲方等经典 波若时讲二十二年波若经 到 什么 法华涅槃时 存原独庙讲法华金 涅槃经 好 然后呢 在陆院时所讲的四阿寒经 或是五部尼科也 或者是其他声文律葬 或者是声文的论葬 有利益啊 对于出击入门的人 接引他们 有没有利益 有利益啊 那这个要不要废除 这个不能废 那我们要废除的是 你已经到达了 阿罗汉果位 那么你觉得啊 那就好啊 在这边 休息一下 一休息就不想往前进 这个就不行 这个就你要废除 要继续往前 所以这个有废有不废 是这个意思 这是教理上的废与不废啊 在于什么 对于众生的根性 基元 而不是在于这个法上 要不要废啊 不是啊 了解没有 所以在于基元不在于法 那我们现在是讲到这 三教有废有不废 为什么 从得道业之泥淮也讲了 所说 四阿韩金结尾生人上 出教合成费 成前人之四善 斗后人之四善 这是什么意思 前人四善 他就是有四二 而要现在 去二向善 到达四善那里去嘛 而你现在到达四善 这三藏教的最高果位 阿罗汉果 菩萨地佛地 还可以接引上去 让他 转接同界会到通教 所以这叫斗后人四善 所以有废有不废啊 要废除的是你停滞不前 不废除的是接引后学 啊 所以通教呢 他可以什么 成前斗后 什么叫成前 他是一个桥梁 他可以通往前面的别教 斗后是什么 不不不 成前是什么 前面 三藏教 成功了 要进到通教 在通教 又可以继续往前 到达别教 所以这个在通教的地方 可以接引后面的到达 那这个叫做斗 成前斗后 我们看啊 喔 功啊 他这里的解释是 斗前人之四善 亦或斗后人之四善 这教理上的废无废在于基元 而不在于法 这讲过了 以上有便感应 如果通 诸如通教之斗前人 礼善 亦或斗后人礼善 留待 后代废与不废 好什么是斗 好 这个我为什么会这样讲课的方式 这是以前 慧悦长老 的影响 他说一个字 有时候很关键 要给人家解释清楚 斗是什么意思 来 斗鸡 斗鸡 与对手之鸡根相应 斗是投合的意思 使学人的根基能契合 所以说 所以说像在通教呢 它是一个桥梁 它可以接引三藏教的人 到达通教 又从通教进到别教区 所以这是斗 这个意思 可以吗 这是斗鸡 斗慧呢 适合所化的根基 所以在这里啊 我们把这个讲完 现在9点03分 通教可以成前斗后一如是 别教呢 成前斗后一如是 那别教什么叫成前斗后 就是 他也是啊 接引通教的 转接同届会 到达别教之后 他又进去到 进入 到原教 因为在别教 他只破十一品无名啊 他有没有全部无名或 四十一品无名全断 没有 他只有十一品无名 他是不是真正的佛 不是 所以这个六集佛啊 只有原教有 其他三教是有六而不集 哦 是这样 所以我们我们这一段讲完了哦 别教 通教成前斗后一如是 别教成前斗后一如是 那什么是废和不废都讲过了 啊 可以不可以 OK OK 现在9点5分 那我们就 今天暂且说到这 六百七十二页 六百七十二页 好 下一次是六百七十二页 我们第四行开始 原教有利 原教有利换不利 这里 六百七十二页 这里 六百七十二页 那么 这个 这个 大陆李贤法师是 他这个 他这个跑掉了 八百 八百一十三 然后也不是 不是八百一十三 李贤法师那时候是 你说是八百一十三吗 对 但我看他这个文不是啊 嗯 我 他前一个是八百一十三 不是八百一十三 是 八百零五 前面是从八百零三 现在是 不是八百一十三 现在是 正确的是八百零三页 然后我们讲到了 八百零五页 八百零五页 向下文长赋予来日 好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中文字幕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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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们 的